触摸桌子比较长 更换起来比较难 那要讲究方法 首先更换要保板底 所以拆的时候 我们就用直锋高温速拆 可以把破坏性的拆 桌子拆掉以后 可以用烙铁拖锡 把底下度好中温锡 那当然了 你也可以用大点杆来给它度锡 给大点杆的两头 把锡上饱满 然后把电杆上蘸满松香 慢慢的拖过来 让每一个点都均匀饱满的上锡 拖的时候要慢 慢慢的拖过来 拖好了以后 在装新桌子之前 把旁边的胶搓一搓 因为有一些胶 它凸出来太多 有点碍事 装的时候可能会顶到 我们新装的桌子 就会做到 今天就会做到 这段时间就会做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